电涨价却没有更稳定的用电 一时堂上市议员就痛批4月3号花莲大地震 台中火力八电厂两部机组跳脱 要求市府督促中央稳定供电 而东华大学受地震破坏损失达20亿 市长卢秀燕说要捐出半月所得炮砖引语 限图一路往上冲 从2018年到2022年 电价共涨了33.4% 市议员在议事堂上痛批 民众企业花了更多钱 却没有换来稳定的用电环境 镇央在花莲外海的地震 就能造成台中市火力发电厂的跳电 两部机组的跳脱 等于我们的电 瞬间少了1000万瓦的电 万里我们这个镇央再扣金一下 台中市我们这些商业要如何 我们的中科 台南港区 我们这些产业链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我想电价越来越贵 供电却越来越脆弱 我想这个我们要督促中央 要紧述如何来确保这供电的品质 4月3号花莲发生规模7.2级的大地震 台中火力发电厂的震度仅有4级 却出现两部机组跳脱1.5万户停电 市议员要求市政府应该督促中央 稳定供电 而东华大学也是花莲大地震的受宰户 大火强袭理工学院宿舍教室都受到破坏 估计损资高达20亿元 市议员刘士州在议事堂上 感谢市长卢寿燕再次捐行诊栽 早上在你的脸书有看到 你要宣布捐半个月的所得给东华大学重建 而且你之前也捐一个月给华联 我想同岛为命 我实在非常感动 请一下市长你要什么时候要呼应一下 东华大学的学生现在还住在此季所提供的临时屋 或是什么组合屋之类的 那因为学校表示说 他们粗估整个重建大概需要20亿 可是他们只募到几千万 那所差甚多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学校如果说经费不够的话 势必他整个附件的工作 可能会严重的影响 甚至遥遥无期 希望说校园赶快重建完成 让孩子恢复正常的上课 不要影响到他们教育 所以我想就是抛砖引玉一下 卢秀燕捐出半月薪资所得 抛砖引玉为东华大学加油 陪他们走过重建这条漫长的路 帮助学生早日重返校园